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較早之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說過 將會有兩至三項針對香港的措施出台 不過到今日周末暫時未見到有 但在昨天忽然間有三宗消息傳出 這三宗消息全部都是特朗普對中國使出的連環權 究竟是甚麼消息呢? 第一宗是彭博社報道 昨天特朗普乘搭總統專機 前往佛羅里達州出席一個籌款活動 在上機以前有個記者去問他 到底你有沒有打算和中國商討次階段的貿易協議? 特朗普回答他想都沒想過 為甚麼?因為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已經受到嚴重破壞了 他指責中國沒有好好控制疫情蔓延 在這樣的情況下 特朗普說自己有很多事需要去想 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 並不在他的考慮之列 首先來說 特朗普的這番說法 跟他過往非常重視中美貿易協議的態度 就是有所轉變 在上兩個星期 白宮貿易顧問 Pieter Navarro 曾經說錯了說話 他說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已經玩完了 不服存在 特朗普馬上去過Twitter澄清 就說 喂!不是喔! 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仍然生效 但是去到昨天 他主動放風聲出來 說次階段的貿易協議 簽不簽都罷了 就不在他考慮之列 其實就是要傳達一種訊息出來 即是說他的思維模式 就不再受制於中美貿易框架 第二點 就是當特朗普簽定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那天 他簡直是喜迎於式 微飛式舞 他當日 簡直是當著劉鶴的面子 作出了很長時間的演講 而且逐個 白宮的顧問去多謝一番 就好像搞到論功行上 但是當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實踐起來的時候 完全就不像 特朗普想像當中的路線圖去走進 現在大家都知道 首先中國 由於受到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的影響 他自己本身就已經買少了貨 除了在農產品方面 可能會有機會達標以外 其他的產品 比起去年還買少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已經到了7月 剩下的貨款 如何去追 大家都知道是很困難的 除此之外 這個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 不但沒有為美國帶來更多的貿易收益 反過來 還成為了中國要脅美國的其中一個手段 因為現在簽訂了這個中美的貿易協議 你要求中國買貨 都行 沒問題 中國要求你美國做的事 你做不做到才行 比如說 不要干涉香港問題 台灣問題 南海問題 諸如此類 根本上大家都知道 在馮洋會談不上 後來楊潔篪就說 中國是不會撕毀這個貿易協議 是會繼續執行裏面的條款 但他只是說而已 究竟中國在馮洋會之後 有沒有真的買多了 除了農產品以外的其他貨品 大家上網查一查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根本上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雖然不能說這份已經成為了一搭歷史文件 但旅程的執行進度大落後 故此難怪特朗普 說次階段的貿易協議 就不在他的考慮之列 第二單消息 同樣是彭博社報道 就說 美國對於中國決定在西沙群島周圍有爭議的水域 進行軍事演習 表示關切 消息人士跟彭博社說 說美國國防部上星期 就說這類行動是非法的 美國計劃在下星期公佈官方立場 即對於南海局勢會有官方宣示 實情 在7月初 老解在頭五日 即1日至5日 在南海西沙群島海域進行過演習 至於美軍 尼米茲號和列根號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也在4日 在南海水域進行演習 美國海軍聲稱 解放軍的軍艦 在美國航空母艦附近曾經出現過 很近距離監視著美國航母 另外 根據美國海軍協會的網站聲稱 說中國的航空艦戰鬥群 在美國航母編隊附近曾經作業 所以 根本上 雙方已經在劍拔老張 而且還在非常近距離 進行互相監察 實情 美國搞這些事 無非要跟東盟有個互相呼應 東盟較早前 那些國家 就出了一份聲明 以越南為首 那篇聲明 就在這裡講及到 關於南海諸島的主權問題 現在美軍走到當地進行軍演 其實等同於走到中國家門口的示威 是沒有分別的 當然 大陸方面有所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評 說美國蓄意派重兵在南海有關水域 進行大規模的軍演 炫耀武力 完全是別有用心 他還說 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共同努力之下 南海局勢保持總體穩定 向好發展 當然 後面那句 純粹是中國自身的良好願望 究竟這些東盟國家 真的與中國有緊密的合作 或是國懷鬼胎分崩離斥 第三宗消息是甚麼 這宗是路透社的報道 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的消息指出 特朗普計劃在今週確定一份聯邦法案 禁止美國聯邦政府的供應商 去使用華為、中興通訊、海康威視、大華和海能達 這五家中資企業的產品 據知 租列入黑名單的這五家中國企業禁令 是由聯邦採購委員會發出 預計在八月中就會生效 根據消息人士所說 白宮曾經作出明確的表示 這次不會拖延生效日期 亦不設有任何豁免 故此 美國其實亦在加速 針對中資科技巨企的圍堵 路透社引述另一位消息人士指出 未取得美國聯邦政府豁免的情況下 任何企業在營運過程中 使用這五家中資企業的任何產品的話 在未來的日子 將會無法出售任何產品或服務 給聯邦政府 換言之 八月中 美國將會與中資科技產品硬脫鉤 為何特朗普會忽然使出三連擊呢? 我絕對相信是因為他自己本人心急如焚 現在已經到七月中 距離十一月大選日子越來越近 但始終來說 民望都是拉抬不到 真的沒有起色 我們可以看看 最近十次美國大型民調的結果 特朗普都是落後拜登的4%到12%不等 最新那一趟的民調 是由經濟學人和UGAV來做的 拜登領先特朗普的9% 49%對40% 當然 我每次說出這些數據的時候 總有網友留言 有些說民調是假的 有些說拿回4年前 特朗普和希拉莉的民調數據出來比較 其實是沒有可比性的 因為當時民主黨是執政 特朗普就是一個在野黨的身份 現在特朗普做了4年 當那些人去投票的時候 他的腦子只會想一件事 就是在現在這一刻的日子 究竟是過得比4年前是好還是壞了呢 這件事就是影響很多人的投票意願 當然兩個陣營兩個黨都會有很多打黑粉絲 基本盤仍然會在 但那些所謂中間選民 他想的就是自身的生活質素 是怎樣的 所以 其實特朗普本身 他自己的陣營 都是有一個危機感 否則 他不需要在這個階段做這麼多事情 另外 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就是關於網絡社交平台 很多都是對特朗普不友善 第一件事 就是Twitter都曾經多次刪除或隱藏過他的貼文 但是沒有對拜登這麼做 尤其是針對特朗普的 第二件事 昨天彭博又有一宗消息出來了 就是Facebook打算禁止所有政治性的廣告 這樣對於特朗普是非常之不利 因為根據過往這麼多次的民調 就算是霍氏的民調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在青年群體當中 支持拜登的 就遠遠拋離支持特朗普 好了 那你這些什麼Facebook 其實用的人 絕大部分 都是那些年輕子女居多 不是說沒有中年人或者是長者用 但相對來說是少的 那個影響 就是不利特朗普就多過不利拜登 好了 第三件事 就是那些抖音的青年 開始又搞事了 之前就已經傳過消息出來說 美國政府可能是打算禁止 抖音繼續在美國的運作 不過那些抖音友似乎是不老禮 因為其實在抖音上有些人 就是專門經營了很多的粉絲 或者有很多的盈利 你一旦禁止他們的時候 一來那些網紅當然會號召那些受眾去反你 等同於打爛了他們的飯碗 二來那些無聊傢伙 經常要看抖音的影片 那些時候你不讓他看 他當然是造反 所以那些抖音傢伙 又準備搞事了 所以其實很多社交平台 都是在圍攻特朗普 我真的不會去評價 唯有寄望人善天不熄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